哦 喂大家好哇今天真的非常兴奋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边 这个也有可能是你们的第一次来到这边 对不对 这地方呢跟我真的有非常非常 我每次这样讲好像都感觉我是在骗你们 可是这个地方跟我真的是非常有关系 对 因为它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然后呢 我们这边来到的 其实是它的一个展馆的部分 它的文化馆 那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 华语音乐的一些流行史 对 看看有没有一些东西 是你们特别喜欢的 你们特别有感兴趣的 看看我有没有在这个音乐历史里面 我有没有一点点一点点小小的出现 对 我自己其实真的也很兴奋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边 好的 你现在看到 我为什么要带我演唱会用的时候的耳机呢 我讲话都觉得好怪 好像我是要开演唱会吗 这边的很特别 你们看起来你们会觉得 好像只是一个不锈钢的金鱼 错了 其实它的重点是在于 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位设计师叫Akibo 他那个时候设计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唱片的专辑的封面 非常有趣 你在上面可以看到很多他设计的艺人 包括他也有帮我设计我的 好像是两 第一张吗 就第一张专辑 OK 所以我的名字都在上面 就这个原因 左边一进来 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一面墙 一眼看不完 你看 这就是一个卡带的墙 我相信在这个上面的几百个卡带里面 其实我相信我应该至少有一个一百张 刚才随便一看就看到 你看到没有周宝源 可以算是我非常早期在做 我还没有做LA Boys的时候 我就有做周宝源 就是这一张 我上面就有参与到 对那时候我很小了 七八岁吧 对对对 为什么有人笑 而且是我们自己公司的人笑 然后讲到这个所谓的这种卡带呢 我们那个时候 我最近因为我在看一些关于Hip Hop 嘻哈这一些纪录片 他们就在讲说 比如说早期的Dr Dre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Beats耳机的这个老板 他那个时候呢 他一开始说他是个DJ 然后他就会做一些什么叫Mix Tape 那个时候也就是用Cassette 用卡带去做的 好了不要再看了 看太多有时候心里面会觉得 Long long time ago Follow me please 这个电梯让我觉得好像我要去Costco 因为 超大 对它超大的 哇你看一进来就看到这个唱片唱盘这种感觉 所以他很多的一些巧思在这个里面的设计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来进入一个 台北圆环大稻城 这个不是我们之前就有介绍过的大稻城吗 你看以前圆环的这个这种文化其实是很特别的 比如说我们在北京也有很多这个环嘛 几环几环的 那在欧洲其实也是有 比如说在意大利也是有这种环呀环呀环的 这种环的这样子的一种城市的一种 都市规划其实真的很非常非常特别的 所以都是一些 这个这个当然是在我的 应该是在我父母亲他们的小时候 所以如果下次我觉得不妨 如果你们可能是来看一些比较现代的音乐 不妨带这个伯父伯母也可以来看一下 可能他们也很会有感觉 然后哇我现在觉得好像我走入一个古董古玩的一个店 你看哎呦哎呦阿妹 哇张慧妹 这真的你看在这边有好多的真的好多的一些古董 这是我这是我母亲吗 我还以为我看到我娘在里面了 对因为我妈妈以前其实也是有演电影 从这个京剧到了这个大萤幕 哇来这边觉得好像有一种时空的那种 Time Machine的那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真的好特别你看这边有这种以前的这种小的Cassette 这些其实我们家里都有 对然后你看刚刚我们看到阿妹那个应该是五灯奖吧 是不是那时候应该是很早期的在台湾一个节目 就五灯奖五个灯 你就可以坐上那个宝座 这边两个灯三个灯 哇这边就是以前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上面你看 真的就是这种今天不回家 对对对 但是我的那首歌并不是因为这部电影 真的真的完全没有关系哦 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因为这个电影 我还没有那么有文化 我那时候写这首歌的时候 应该是因为可能我很早期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 我看到上海那么的繁华那么的漂亮 我就想说哇在上海这样子的一个大都会里面 会很容易迷失 然后会好像很想要留在这 不想回家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个今天不回家 啊来买张票吧 以前买票了买完票之后 那个票还要盖一个张 表示你有付钱对 Paid 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 今天不回家 哦呦 这边是个镜子会吓到 对看到自己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让你去体验一个车站的感 一个在一个火车里面的感觉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关于车站 火车的一些歌曲 小时候我们比如说在这个列车行径的时候 我们就故意不要不拉这个 因为我们要耍帅 然后结果跌倒 对 要休息一下 那现在谁来说呢 林翔 林翔应该算是我刚刚回 我刚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吧 那时候我当然那个时候还算是幕后 但还没有成名 那时候林翔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然后结果林翔后面 他当然有好几个很重要的一些hits 一些很重要的歌 但是结果最后呢 他选择了去做DJ 很特别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你看一个音乐人他选择的loop 他不见得一定是想要做流行音乐 虽然他一开始他可能是从流行音乐起家的 或者他是音乐一炮而红 也有一些音乐人可能他是 本来就比较是underground 做一些地下音乐的 诶 可是无意间他突然做出一首歌 中了 大中 大红 诶 突然就变成流行 然后有一些可能是流行 诶 又想要做一些比较underground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的火车现在快到了 这个火车很特别 又有风扇又有冷气 好特别哦 好 我们到了 我们现在去我们的下一个stop 下一站是哪里 哇 你看中国广播公司 这个有多酷啊 我们那个时候就叫简称叫中广 哇 太特别了 太特别了 哇 陶小青 你看到没有 我姑姑诶 不是 这只是我们同性 陶小青也是一个在台湾的这个音乐史上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音乐人物 在推广 推广这个音乐的 七几年 然后那个时候的民歌 民谣 真的是 虽然我爸不是做民歌的 不是做民谣的 但是呢 我爸那个时候 其实跟很多的一些做民歌 民谣的一些音乐人 包括这个吴竹竹老师啦 王梦林老师啦 然后还有 真的很多 我等一下可能看一下 我大概就会知道 对对对 你看这边 一一的都是经典 马怡忠 你知道马怡忠是个MV导演吗 对 我等一下跟你讲 他拍了我的哪一支MV 蔡琴 蔡琴姐 蔡姐 其实我跟他们 我记得我有一次 跟他们都一起坐在一个 小的那种小巴上面 不知道是要去哪里 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可能才十岁吧 然后就是跟那个时候最top的音乐人 坐在一个小巴里面 聊音乐 听他们唱歌 可能木吉他就拿出来 就开始你知道吗 就来了 那个感觉真的好棒 黄仲坤 哇 那个时候这么帅 现在还是一样的帅 哇 真的是 太厉害了 我刚刚没讲 马怡忠 郑怡 然后这个王兴莲 这都是一些经典的 这个女生的民谣歌手 那个时候马怡忠 帮我倒的是 普通朋友的MV 哼 你去看一下 太酷了 很木吉他 这不就是李忠胜大哥吗 对不对 其实真的很有趣 听到黑色幽默 杰伦这张专辑也是不得了 你看五月天 然后阿妹那个时候 哇 宋月亭 哇 Life Struggle 现在听还是觉得很厉害 你看 黑色柳丁 还有手牵手 好酷 其实那个时候手牵手只是一首单曲 为了那个时候的SARS 所以我觉得现在看到这个特别有感觉 现在我们还是在COVID当中 对 好 我们现在要走出来看一下外面 其实这个区呢 你会发现这个区 其实是一个蛮新的一个区 你可以看到它还未完成的很多的一些建设 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这边是北流的那个表演厅 我们下次应该要来这边参观一下 或者是演出 你看 听我说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创造幸福的生活 多么熟悉的一些字啊 蔡依林陶哲 今天你要嫁给我 诶 这个不是我写的吗 为什么不是陶哲 蔡依林呢 等下给他们 馆长 给他处理一下 改一下 这边其实这个感觉 那种看出去真的很特别 有一些很旧的 这种铁路 也有这么的现代 跟音乐有关系的一个建筑物 然后有山 然后还有一些新的大楼 其实我最近自己也在看很多的一些 音乐跟音乐相关的一些纪录片 对对对 然后有时候可能我在看的时候 我不是只是在学习跟在吸收 我自己可能有时候是在 找一种音乐的价值吧 跟一种存在感 爱情来了 爱情走了 歌声响起 也又响起了谁 还是响起曾经的自己 音乐其实 他们那时候有说过吗 真正会影响我们跟留下来的音乐 是我们在18到20 12岁的时候 真正会留下来的 就是我们的高中大学时期 OK 感觉上我们现在好像要走进这个录音室了 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一些流行音乐史 可是我觉得那幕后呢 背后的技术面呢 它的一些科技呢 它那个时候运用的一些器材呢 这个其实我非常感兴趣 而且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是做幕后的 所以我对于这些东西 非常的有感觉 哇 这个当然年轻的时候 在做幕后的时候 甚至于那个时候在 已经出道了 那个时候所谓的我们就用盘带嘛 可是这个其实已经是数位盘带 以前的所谓的 你等一下会看到那种宽的 我们叫2inch 2寸 那个就是类比的 Analog 这个是已经是数位年代了 几轨 48轨 在一个这么的 这个叫半寸 半寸带 现在多好笑 现在还有什么几个track 几个track吗 对不对 正好 现在无线的track 只要你的电脑够快 No problem 很多人其实会问 一个制作人的 他的工作是什么 有时候我会来拿 就参加电影的一个导演来做比喻 但是每一个制作人跟每个导演 其实他能够做跟他会做的 跟他的功能其实也都不太一样 对 有些人是一手包办 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出一张嘴 讲的比较难听一点 那有些人可能是编曲 他有编 他词他也要写 诶 可是他有些东西 他可能比较不太会去参与 对 以前的那种我们叫大console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2寸 2inch Analog 类比的 现在其实你看以前的录音室很讲究 隔音啊什么的 现在其实有时候 很多的一些很厉害的专辑 在自己家里面录的 你看Billie Eilish 很多录音不见得一定是在大录音室 就在自己家里面可能他就录了 还有感觉他就录了 这音乐还是讲感觉 这些只是工具 对 这边这个房间感觉上就是好像 什么都有一点 哇 这个这把吉他在那个时候不得了 现在如果要去买这个吉他的话 应该 我以为算一下 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 二三十万吧 对对对台币 人民币的话可能我跟你讲 四五万跑不掉的 对对对 然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哇大有歌 知乎者也 我那时候应该是也是十几岁吧 Mode 2啊 那个时候其实没有 我们就是用MC500 对 很厉害很厉害 我也不能说他厉害了 就是那个时候也没有更好更新的东西了 所以我曾经也有用过这个 所以就像我说的 我觉得这些真的都是十工具 你没有创意 给你多好的 多先进的 多贵的 乐器 或者是工具 都没有用 对 哇 小虎对 真的很特别 哇 金瑞瑶 瑶瑶姐 瑶瑶姐以前是我老板娘吗 是我老板 多可爱 我要拍照之后给瑶瑶姐看 哇太经典了 可是瑶瑶姐真的是这个 这么多年都还是没变 还是这么的美 喂 David 你的专辑做得怎么样啊 有新歌可以听啊 我们都很期待耶 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嘛 然后他都会 也不太敢催我 然后就会找 许大哥 就瑶瑶姐的这个先生 打给我 欸 David 你音乐做得怎么样 快点啦 快点啦 等很久 然后瑶瑶姐上来就 David 没关系 慢慢来不及 你看 一个是 对不对 Good cop 一个是 bad cop 哇 这边感觉上 好像是来到乐器店 音乐人他们的乐器吧 跟他们的一些手稿 我欸 你看手牵手 手牵手 手牵手 我的朋友 我跟丽宏在 1996年的时候做的 然后这边还有我的手稿 在哪里啊 欸对耶 飞机场的10点半的手稿 我这里面在写的是什么呢 而且你看这些 为什么这些纸是泛黄的 因为以前就是传真 以前是fax 现在你看到fax 都会觉得太好笑了 你想想看 你在这边 我在这边 两个不同的地方 两个不同的城市 两个不同的国家 然后我在那边等你 传一张纸过来给我 我在想什么 哇 这个是 你看宋岳亭其实 可以说他 他那个时候连专辑都没有真正的发一张专辑 可是他对于 所谓的饶舌 hiphop的音乐 有多大的影响 所以真的很开心 这边也有看到宋岳亭 他的一个照片 跟刚刚也有看到他的一些介绍 然后这个keyboard 非常非常的熟悉 对这是我的 对对对 他说 这个很好笑 他说 陶泽歌手生涯平均两年半 推出一张专辑 这是在讽刺我吗 这些的 每一张专辑都引起了 广泛的这个关注 对好 可以了 不要再念下去了 但这个是我 这个keyboard要稍微介绍一下 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钱 所以我就买了这一个 应该算是早期 但是很低阶 就是入门款的一个 可以做取样 数位取样的一个 键盘的keyboard 非常非常非常有限 我爱很简单 那首歌的编曲跟钢琴 都应该都是从这个里面的音色 探出来了 所以他真的非常非常的 入门入门 对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S50 有S550 已经有更高阶 他S330都有 那时候我只买得了S10 是S-10 OK 在我的心目中 陈继元老师是一个 天才 鬼才 大师 我今天看到有这个 这一个展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幕后的一个音乐人 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谁 并不认识他 你看 所以这些你们都熟悉的歌曲 都是他的金手 GOLDEN HAND 去捏造出来 那他到底是做什么呢 他其实是一个编曲 很厉害的键盘手 然后弦乐写的 他不是拉 但他会编写 非常非常厉害的弦乐 对 好香 好香